2018年的世界被落下来帷幕,高傲的法国公鸡终于在可别了20年后,又一次捧回了大力神杯,此次决赛法国赢得并轻松。 克罗蒂亚在不利的情况下,还选择了公式足球,使得此次决赛成为一场精彩的对攻决战。 最后克罗蒂亚以2比4的比分落败,带齐顽强的斗志以及选择与公立主义被盗而驰的公式足球,而同样获得了对手和球迷的致敬。 20年了,法国重新世界被夺冠,而小编近期也发现了一部法国经典电影迎来了第五部,它就是赫赫有名的《低市宿地》系列。 《低市宿地》最早上映的时间是1998年,距今正好是20年。 一代人的记忆,随着这部诙谐幽默的《法版速度与激情》而慢慢变成回忆。 如今,《低市宿地》能否找回那段久违的欢乐时光呢? 那还看得从这部系列电影谈起,《低市宿地》是一部非常另类的赛车速度类电影。 虽然与速度与激情同属一类,但前者的戏剧元素无处不在,别角的警探,杨项百出的警长,以及搞笑滑稽的将军,一堆奇笑皆非的人物,却在在一辆飞铜坊上的出租车面前。 于是,后戏就这样登场了。 法国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国家,他们有着自己的想法,比如多年的拉利赛经验,让他们,你之间信着非独立悬挂,就在大多数之体都将悬挂变成独立悬挂的时候,法国还是一如既往的用自己的情怀和特立独行的特性完善着,非独立悬挂,并且让二零肉这样的小车,在拉利赛场上,占据了一席之地。 迪士素地中的标志车407经过了深度改装,并且安装了只有萨车才有的一页一千斤顶,其中一些桥段透着法系幽默,在观看迪士素第五前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的幽默细胞吧。 作为迪士素地系列扩别十年的最新巨作,迪士素第五一直备受瞩目,可是前四部的主角,丹尼尔的誓言者,萨米·曼赛利已经57岁。 他的搭桂,艾米·利安的许言者,弗雷德里克·迪芬杂尔也有50岁,不免让人担心,年过半百还能急速飙车吗? 不过,从之前片方爆出的一张剧照上可以看到,萨米和弗雷德里克似乎退休了。 这次的主角换成了两位新人,弗兰克·加斯坦·彼得与玛丽克·彬塔哈,他们会训演什么角色,与前四部有什么联系,两位新人又能否继承迪士素地系列一野冠之的飙车精神呢? 想想不免好奇了起来,想看更多的精彩内容,请关注自主汽车网。